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 下阳 我们会来去看 对 对 没看着四季会 走 我们就来去热灵大学 除了歌仔戏 现场还布置了许多长辈们的创意作品 例如《纸扇》 《鸭花》等 展现他们的创作力 教育部政务次长林聪明表示 人口老化越来越明显 现在得提早做准备 我们现在除了这个98所热灵大学以外 我们在乡镇里面提供225个热灵中线 最主要是希望各个地方 大家能够提供一些相关的资源 提供这些中高来着 现场也请来热灵学习长辈分享学习历程 目前就读中华大学的李增安 陪伴他的母亲苏孝贤母子一同学习 母子党的经历引人好奇 去年的时候我是刚从中华大学进修 那刚好看到 就是学校的网页上面 有公布这件事情 那当时我就问我母亲 愿不愿参加 她非常高兴 然后她不但她参加 而且邀请了我们的妹妹 现在在场的妹妹 等于是我们兄妹两个人 陪到老妈 一起上这个热灵大学 目前全国热灵大学已招收2712人 部分学校还有余额 如果你家长辈有兴趣的话 不妨报名一事 台湾情报记者陈佩瑜采访报导 好 谢谢观看